華工社區要在三個地面對第一波的 共濟折獨 會知道 最近五十個華工社區的機民 要跟社員的民眾 是跟行政年的門口去控制 他們要求行政 一定有工業法 要隨停止共濟的行動 應該要跟住住 先來協調 要怎麼安置 因為沒有在到行政 在家民的回應 所以社區民眾跟學生 是跟門口的警察發生衝突 因為沒有在到行政 經濟假扁午後回應 社區議員跟學生發祖成人像 跟警方在門口發生衝突 議員表示 今年在外面 透過各黨議員的連署 要求行政的調開午後日的協調 但政府連上基本的協商都沒有關係 現時有很多人傳到心臟結局 在此來 新冠的台台教授也表示 現在政府的國土 成立外國政策 還有都市議員都欠佳立外甘土 加民間參加 基本上其實國有土地 應該有的公用性 有很多國有的土地 是屬於大眾的 屬於公共的 我們國家現在並沒有政策 它只是把國家的土地 賣給財團 讓財團去發大財 我們該會尊重法務的做法 因為畢竟這是法務主管的 那我們合法的一定是要保障 弱勢的一定要照顧 面對記憑的訴求 憲政已表示 尊重法務部的決定 記憑說 不拜託在三位立下 立下財團 立下財團 發動又更大財團 的抗議活動 記者 總 立下財團 記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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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說